大家好 今天是1月22日 星期一 港股也有再創新高 可喜可賀 在星期六日 大家會否有一絲想法 大市有機會借美國 政府關門這件事 令市有調整呢? 話說那天 當美國那邊 有這件事出來之後 我的WhatsApp馬上收到幾個人 即WhatsApp問我 幾個傳媒的朋友 都是異口同聲 怕不怕? 會否大市會因此而有些震盪? 那一刻 我就回覆了他 我就說不怕 為什麼不怕呢? 有一個訊號很明顯的 就是說 美股當日 即是那一刻 或者是星期五晚收市的時間 都是升的 反映到什麼現象呢? 就是說 大家根本上 當地 都不擔心這個情況 所以你說 這件事本身 如果發生在幾年之前 大家可能會有些擔心 但你說 在現在的事況去看的話 就好像大家都沒有 都不意外 其實你說說政府關門這件事 你聽到很可怕 但是我自己有做過一些研究 因為這次 你看看 過去的經驗 在奧巴馬年代 2013年的時間 其實是燒了一次的 當年也是可以說 關門了16天 你說這次 現在 叫做 今天你當是第二 第三天去看 現在暫時還未見到 有個解決的跡象 但是這些是沒有的 其實大家都是拿一個 叫做政治的籌碼 大家也不會想拖得久 因為拖得越來的話 可能民眾方面 會越來越不變 連帶之下 就會令到大家 對於可能你說 中期選舉的時間 投票的意向 可能有些影響 只不過現在這一段 大家都是拿一個 叫做博迪 大家都是拿一個 叫做投票的籌碼 只要他那個時間 不會拖得很長的話 影響就真的不大 所以我都預期 美股今晚 都不會有什麼反應 基本上 你看看公司業績的表現 這就是我的主調 還有今天的時間 講回港股這一邊 其實氣氛還是好的 什麼為之氣氛好呢 在今天收市 剛剛五點半之後 我又再看 這個叫做北水南下 那邊的情況 其實今天去北水 上海那邊 買的量都 仍然是很厲害的 還要買些什麼呢 買些譬如說 騰訊 或者羅蘭股 這一堆的板塊 都意味著 似乎那些北水的資金 仍然是會拖著市 所以現階段 你說港股 有沒有機會 有些很大的調整呢 正如我之前 跟大家 都分享 只要有北水 只要A股是做好的時間 港股是不會太擔心 它有些很大的調整 但這一點 不意味著 就是港股 可以無自經地上升 因為大家都要明白 其實一個市場 雖然長期的趨勢向上 但不等於是不會調整的 是真的 所以大家 沒有的 大家要有 如果之前 是幸運的 在去年的時間 或年尾的時候 放一些貨 先放在這裏 如果大家有利潤 就不要緊 放在這裏 可以自己走 但有一刻 即是幾時到 可能有一刻的時間 你覺得市場差不多 就要走火 那一刻是幾時到呢 我跟大家嘗試分享一下 因為 我自己覺得 一再猜市場 可能見到幾點 那頂 沒什麼意思 因為第一 每個人都覺得市場 會破頂 現在已經破了 第二 那頂是叫目標價 看多少點 就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 現在跟你說 見3萬3 3萬3之後 就可能見3萬3千5 是吧 這些沒什麼意思 反而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有什麼 訊號出來 大家是開始要減時 或者要走火 第一 就是北水的去向 因為剛剛提及到 北水 保持下來的時間 是不害怕的 正如現在的情況 就是北水下來 每天平均那街的量 是200億左右 一鬆一點 今天就220億 其實也算多了 但是 只要它的量 不跌穿200億這個水平的話 OK的 那是靜脈的這個因素 那只要不跌穿200億的話 我覺得OK的 另外就是說 看回A股的表現 A股其實 為現在的趨勢 去到3千5這些位置 所得穩定是OK的 又不是太差的 另外有個因素 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是什麼呢 美元的匯價 其實這一陣子的時間 大家要留意 人民幣的匯價 都是上了去的 整個大環境 都可能令到 投資市場的氣氛 是好的 其實不單是港股的 因為 美股的升勢 其實比港股來說 都有過之二無不及 是OK的 所以其實這次的升勢 是環球性 不單是香港這邊 做得特別好 當然 香港是好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中資股 有法力 但是只要這個趨勢是不變的時間 港股仍然都會 有比較強勁一些的走勢 但是逆轉這一刻 大家到時可能要走貨 所以現在你說 這個情況 未改變 大家可以先拿著貨 安心的 第一集一來的時間 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了 先走貨 還有我想這一段時間 我自己觀察 大家只要這一段 你不會被勝利充分頭腦 就不害怕的 千萬不要覺得 市場都不害怕 可以任你怎樣買 因為大家很多時候 有一個 即是投資市場到尾升的時間 譬如我有錢 隨便省一閘下去 隨便買些股份 就升了 這個心態其實是不行的 還有這一段 大家會意識到 要買股份 要持有的 要持有強勢 兼且要持有健康的 所以大家如果 之前有聽我的建議 你拿著大價股 好像騰訊這些 其實真的不需要你的目標價 即是拿著它 即是騰訊 我也跟大家說 我拿到實際 我都不理 反而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加一些主 不過正如跟大家 有上星期分析過 再加著的話 可能我會加美股 美股呢 我真的研究了兩間公司 看看星期六的講座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是抵打了 上次有朋友 跟我說 錄影的時間 應該要飛線 或者是關了飛行模式 我沒有做到 剛剛趕著錄這段片 我下次會記得 不好意思大家 剛剛又是被人 剪了線 剛剛說到 有兩隻美股 是AI概念 不過 我也在這兩天的時間 研究了這兩間公司 覺得OK 星期六的講座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 也有些預告 因為星期六的講座 因為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分兩方面 兩部分 一部分 可能講回大市的情況 第二部分 可能等完結之後 第二部分的時間 就會跟大家再回顧 十隻推介股份 最新的情況 到時候再講這兩隻美股 行程的變化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再講 一隻預言 因為 那個故事挺有趣的 還有 我自己覺得預言 如果這次做完之後 反而是OK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 部署一下 但是 時間關係 明天的時間 記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只不過大家 如果現在這段時間 再想追貨的話 可能我的建議 都是只有 一兩個板塊的股份 那 沒有什麼手算 其實要買的話 現在 都只可以選一些 叫做 勸商股 勸商股 我覺得還是相對 比較落後 其他板塊 我覺得上升了很多 還有 大家有貨的話 現在 握緊它 又不需要 因為我常常要去炒 握緊一些好股 等我試真回途的時間 才說 可能減試一下 都OK的 對了 今天 不好意思 大家可能比較闖絕一點 都沒有太多特定的 話題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明天 多一點時間 讓我準備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拜拜